新生活提案 精彩生命电视台 精彩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菩提系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再继续来学习 法剧经故事集里面的教导 从欧罗汉品 我们已经进入第三个 法剧开示跟故事 在欧罗汉品里面 主要的还是从圣者的境界 他在行为里面 有跟我们凡人不一样的克制 也就是欧罗汉 他能够挣到这样的一个果位 主要是他的心 已经能够断除烦恼 能够自由自在 可是当欧罗汉政国以后 还在这个世间的时候 他对于这些世间的反应 他就能够安然自处 就是不会受到这些外境的 种种的影响 所以从这一篇里面 我们就是故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让我们看到欧罗汉的这种对事物的 他们的方式 那在第三个故事里面 他谈的是欧罗汉 多于食物的态度 所以法剧的开示 也是以食物来 就食物的部分 来开示 所以一提到的是欧罗汉 不积聚 也就是不积聚这个食物的这一些累积 然后呢 进食时 如食之 进食的意义 就是吃饭的时候 吃食物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食物的意义 然后欧罗汉以解脱为修行的目的 解脱即是空无相 欧罗汉不轮回 如同鸟在天空飞 踪跡不可觅 所以这里 主要的前面的部分呢 是谈到一位欧罗汉 他在这个世间 他虽然正果了 可是他还有色身 所以他也是需要吃饭 来维持这个色身 所以最为一位正果的欧罗汉 他对于这些世间的物质的态度 他是不积聚 也就是他真的是不执着世间的这一些物质 所以他也不会去累积 好像要我们说收藏 或者是存着这一些物质 乃至食物 所以欧罗汉就是心都不会去 要去追逐 或者是就是执着这一些 乃至享受 那又提到的是说 欧罗汉呢 他在吃饭的时候 进食的时候呢 他如实要知道进食的意义 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吃饭 所以在经典里面呢 又提到说 一位欧罗汉呢 他吃饭的时候呢 他就要能够非常的清楚 他的心呢 第一个要知道 就是这个食物的意义 就是为什么要吃呢 因为他有色身在这个世间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食物来维持这个色身 像释迦摩尼佛 他本来在雪山苦恨六年 他是吃很少的东西 就是吃到他的这个身体呢 就是太少了 就是变成皮包骨 所以他在禅修的时候呢 他就感觉到说 这个身体啊 他完全不够营养 然后不够足够的这个食物 维持这个色身的时候呢 他是造成身体的障碍 所以释迦摩尼佛呢 他当时才会下山接受这个牧羊女的供养 然后呢 他就是再去沐浴 在这个尼连禅河沐浴之后呢 那身体呢 就觉得就好像恢复了这个体力 然后呢 精神也好像为之一阵 所以他就到菩提 这个我们说的菩提佳业的菩提树下 他真的呢 就能够集中他的精神啊 就不受这种饥饿的这种影响啊 那然后呢 就真的看到了这个 就是觉悟这个世间的这种真相啊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呢 他主要的就是要能够知道说 哦 原来食物呢 是为了要真是要医疗我们身体的需要的 然后呢 也要能够确实的知道说 这个食物呢 其实它也不过就是一个物质而已 也引起不了我们的贪啊 就是不为了这个食物去追逐 所以要知道这个食物的卑微 就是这个食物就是一个食物 那我们一般说 哦 我们吃了太饱了 什么好的美味也吃不下了 就是山珍海味 我们说 啊 怎么样的好的这个食物啊 饱的就是饱了 所以也不过就是维持我们的一个 就是肚子不饿 那再也要了解说 比如说 在吃食物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有起贪欲啊 就觉得说 哦 我们就一直在 沉溺在这个食物的这个美味里面啊 它的味道很好啊 吃得很高兴啊 然后呢 就被食物所牵引了 所以我们这个在汉传的佛教里面啊 我们通常呢 这个我们就是餐厅啊 我们就称作五官堂 也就是食存五官 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要既供多少啊 量比来处 也就是哦 我们吃这个饭 我们要能够想到说 啊 我有没有这个功德 可以承受这样的一个食物啊 因为每一个食物都是要辛苦去种米啊 还要去就是耕耘啊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尤其现在还要人去输送啊 贩卖啊 那这些呢 都是很辛苦的 所以说 那我们吃一个食物要知道 哦 这个食物来之不易啊 所以量比来处 然后呢 还有第二个说 存己德性啊 全缺硬贡 那就是也要看看我们自己说 哦 我吃了以后 我也没有真正能够去修行啊 所以我们呢 要把自己的心 那的贪生吃啊 都要把它放空 就是没有用这种贪欲来吃食物啊 所以要防心离过 贪等为终啊 就是要让我们的心在吃饭的时候 也没有这一些的 这种贪生吃烦恼啊 那平常也没有就是在执着这一些的贪欲啊 然后要把食物呢 正是良药 啊 未疗行枯 就是要吃这个食物呢 才能够维持我们的色身啊 那所以当作是一种药啊 来吃 所以说正是良药啊 就是未疗行枯 我们的这个色身啊 没有食物的话啊 它就会枯竭啊 然后呢 最后呢 是为了成就道业 应受此食啊 也就是说我们吃了这样的一个食物 有气力啊 应该好好的用功啊 所以这个就以释迦牟尼佛的 这个圆满的例子呢 也就是它就是受了食物以后 然后呢 它能够聚精 会神的就专注 它的一种智慧的观察 所以就真的成就了它的大彻大悟啊 所以这个是以一个证悟的人 他还要在这个世间受食物啊 所以呢 变成食物是很重要的 可是呢 它又要保持一个 没有贪欲的心来看待这个食物啊 所以在法句里面呢 也要以食物来作为开示啊 就表示在食物对我们的重要 然后呢 也要借饮食的这个时间呢 也要提醒 要修行 所以下面另外一个部分呢 所谈到的还是以欧罗汉的境界为主 所以说欧罗汉呢 他以解脱为修行的目的 也就是能够没有受我们的这种心 他的贪嗔痴的这一些的烦恼的影响 那实际上我们谈到的贪嗔痴 是所有的烦恼的最大的三个代表啊 那我们起贪的这种状态 实际上是在很多种的一种细微的境界里面呢 我们都容易产生的 只是我们习惯的话呢 我们就很少去观察了 所以呢 这边提到的欧罗汉以解脱为修行 的目的主要呢 主要呢 也是要解脱烦恼 那下面又讲到说 解脱就是空跟无相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 欧罗汉是自在自由 他是解脱的 那这边又用另外一个层次来解释解脱呢 是空 是无相 也就是我们心没有执着一切存在的这一些的现象 那就是空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不受任何的境界的影响 那这个并不是说没有存在的现象 而是说有这一些的现象的存在 可是我们的心呢 对这一些现象没有执着 因为我们人跟物不一样的 也就是我们有一个心会感受嘛 所以有任何的境界产生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是很习惯的用我们的眼耳鼻舌生意 把我们看到的境呢 就变成我们心里的影像 或者是声音啊 或是种种的这一些的不同的形象 那我们就在这些形象里面呢 建立起了我们的好像实有性 所以这个时候讲空呢 也就是要从这一些的存在的现象呢 我们可以把它打破这种执着为实有 所以下面说无相 也就是这一些的本质它是空的 然后我们可以打破我们的执着以为它是实有 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人 那我们回家了以后呢 这个人已经离开了 可是我们的心里啊 还会现出这个人的影像 那我们就是没空啊 那我们就是有相啊 那我们这里谈到的空跟无相呢 就是当我有这个观念的时候 我的这个心里现出 我们看过的人 他已经不在我们眼前了 可是他心里还现出的时候 我心里有这种提醒自己说 这个只是一个相而已 这个相是空的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心就有达到这样的能力啊 那这个时候能够空而无相 就是解脱了 因为我们也许会想说 这个人他对我做了什么事情啊 是对我有好处的 我可能就引发快乐 欢喜的情绪 那如果这个人对我们 是有伤害的 那我可能就是 会造成我心里的痛苦啊 烦恼啊 这些的现象啊 那这个就不解脱了 那这个就不解脱了 所以我们学佛修行 主要的也就是了解这个道理啊 那这个道理都是佛跟历代的祖师尊者啊 他们实证的 然后用这样的文字来教导 所以我们说文思修啊 就是把文字所学到的这个道理呢 我们也自己就是在这些镜里面啊 我们就给它落实来实验看看 学习看看啊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从文字到这个观照 然后到这个实证的这个真实的剥落智慧啊 所以下面又谈到说 沃罗汉啊 他就是不轮回 就是我们之前的一再讲的 就不受后有了 他在这一生争到欧罗汉果啊 他就可以完全把他的业都了啦 所以不再受后有 那我们谈的大政的菩萨的精神说 趁愿再来 那这个呢是发了菩提心啊 所以有很多的祖师大德 他们都是趁愿再来啊 他就不以世间为苦啊 因为他要看到众生的苦 而要愿意来啊 这个世间啊 再度化众生啊 所以说地上菩萨说 地狱不空士不成佛啊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这个都是 他已经自己解脱自在了 可是呢看到众生的苦 而不忍心啊 所以这个就是大慈悲 要度化众生啊 所以在我们这里 所谈的欧罗汉的境界呢 是以自己实修的这种境界啊 来就是作为一个 他的一种境界 可是另外一面呢 当他发的菩萨行的时候呢 他就是在这个世间行菩萨道的 所以这里所形容的都是 他自己自正的境界的 这样的自由自在啊 解脱啊 那所以下面又提到说 欧罗汉的这样子的一个 自由自在解脱的境界呢 就好像是鸟在天空飞 是这么自由自在 他要去哪里就哪里 而且呢 他的蹤跡不可密 也就是说 因为他所措所为呢 他都是就是能够清清楚楚的 就是能够了业的 所以呢 也没有这个蹤跡 那我们众生的话 那因为我们造业嘛 因为我们可能就是 更加就是有贪生吃的 这些的成分呢 那就有蹤跡可循了 那所以我们就有这些的业 所以我们也会再投胎啊 就是有这个后果 后有啊 就是会有来生啊 轮回啊 是这样的 所以他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 对照 所以因为这个部分呢 谈到欧罗汉的境界 然后又要谈到 食物的这种 这种对照 就表示我们在世间 其实除了食物啊 还有衣着啊 还有对人对事的这些 那可能呢 这些都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啊 不然每一件事情啊 它都会让我们起心动念 让我们好像偏离了这些修行的一个根本 那从这个法剧的一个对照呢 这个故事里面呢 他所谈的啊 就是以食物为主 所以题目呢 就提到说 除藏弥谷的比丘了 那也有题目呢 就称作不执着食物 也就是说 一位欧罗汉呢 他是不执着食物的 那这位主角 就是一位正道欧罗汉果的尊者 他的名字称作贝拉斯莎 贝拉斯莎 这些都是音译啦 所以我们好像念起来啊 就比较陌生 他只是一个 就是一个 当时梵文字啊 或者是芭蕾文的 这个音来翻译的 那这位尊者啊 他就到村子里面去画园 那他画园就是托波啦 就是因为当时没有 就是自己做饭 那所以比丘呢 都是到村子里面去托波画园 那所以他托了波画园以后呢 他本来就是要回去金色的 可是呢 他在半路的时候啊 他就停留起来 就把他托波的这些食物啊 就把他吃完了 然后吃完了以后呢 他又返回去村子里面 再去画园托波 那然后他等到他这个画园的食物啊 就是他觉得足够了 他才回到他的金色去 然后呢 他就把这些食物呢 就是把它干燥 也就是说 他当时呢 应该是把它放在这个 这个比较能够平的地方啊 就让太阳呢 就把它晒干了 就把它儲存起来 那他这样子呢 他就因为他就下一次呢 他就不需要呢 每一天都去画园啊 就每隔几天呢 他因为他有足够的食物啊 他就不用去画园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就是专心的打坐 然后深入禅定 所以当他出定了以后呢 他就把这些晒干的食物呢 他就重新啊 就把它泡在水里啊 这样他就可以啊 就是当作一餐食物吃了啊 那这样子呢 他就省下时间啊 他就不用说啊 常常跑出去啊 画园脱波这样子啊 可是呢 其他的这些比丘呢 对于这个贝拉斯莎的 这样的做法啊 他就很不以为然 因为他就一次带很多的食物啊 就向佛陀报告 然后呢 这佛陀呢 知道这位贝拉斯莎 他尊者的做法啊 他就啊 就是怕说啊 他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啊 会影响其他的这些比丘 也照他这样做 所以呢 他就禁止这些比丘呢 除藏食物啊 然后佛陀呢 就告诉啊 这些比丘说啊 应该呢 生活要啊 简单啊 不要任何的这种物质的束缚啊 不要好像为了要啊 累积食物啊 而一直去化缘脱波啊 可是呢 佛陀呢 他就是对于这个贝拉斯莎的这个情况啊 他就表明了 就是因为呢 他是这么做 不是贪心啊 而是为了他要能够禅修 节省这个时间啊 而且呢 他当时呢 做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呢 他是在佛陀制定这个戒律之前 所以就等于是说 贝拉斯莎 他当时可以化缘多的这个食物呢 主要是为了禅修 那可是其他的比丘呢 他可能看到他这样子做啊 以为呢 他是为了累积食物 而学习他的食物 这时候呢 这时候呢 就变成他们是为了累积而累积啦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不一样 可是佛陀呢 还是制定了一个戒律 就是说啊 不能够积聚这个食物啦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故事呢 还是让我们看到说 真的是一位有正果的比丘 那他所做的 他可能为了他的修行方便 可是一般的人呢 他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只学到说啊 那他要累积食物 可是佛陀呢 他要为了就是不同层次的人 所以他要制定这样的戒律 所以好像在我们世间呢 都有很多这一些行为规范啊 大家如果认不清楚 没有掌握那个核心的时候啊 那可能就会有一些偏差 所以也让我们知道说 佛陀制定戒律的一个 他的意义跟佛陀的一个 非常周到的慈悲的观照 所以才会有这个戒律 那这样的话 好像大家就没有这一些 这种起心动念的一种问题啦 那所以我们也感恩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开示啊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让我们了解佛陀当时自戒的 这样的一个用意 那我们也把学习的功德 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徒 上报侍从恩 下祭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习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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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年 岑 陀佛 功能 作为 华波帐号1996-5232 1996-5232 银行帐号 银行贷号土地银行 005 帐号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传播佛法救护生命 17佛本院功德经 药供即慈悲诗时 功勤广护法师祖法 日期11月21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虎伟镇新南里 逐为60-3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